下班 下班 下不完的班 上班請跟你試試 上班這檔是 老師 到底要怎麼樣保養皮膚 才能像你一樣好呢 幾個小法寶 讓你皮膚吹彈可破 你看我好緊張 老師是真的好 這個不得了 所有的女孩看到老師 就是說那個皮膚 先不講你的智商 是什麼意思 對 有些人的第一印象 你的智商高是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提寶班 你不是老師 我說大家不會先看你那次 反而先看你膚質怎麼會這樣 他們都忘記了我的腦袋 對啊 會讓人家忽略 他是高材生 還不錯 你這個保養也花很多 花很多功夫和時間嗎 其實沒有 是對的保養對的方法 因為老實說 你看像我已經快更年期了 那我是覺得我的皮膚真的蠻好的 真的好 不過我覺得真的 一白遮三醜 對 所以你的孩子就是要小心 黑又怎麼了 你說女生對不對 我覺得說男生 我覺得你是男生 沒關係 你為你老婆糞糞 現在黑他哭死了 他都也是遮陽 對啊 防曬 一定要做的 那我覺得不是說真的怎麼樣 我是一白遮三醜 就是說我從念書 青春期以後上大學 我基本上是不曬太陽 我不怎麼喜歡這個 戶外運動 很少 一方面防曬 一方面我覺得我年紀很大 我大概四十歲以後 才開始有化濃妝的習慣 所以等於說之前的皮膚 沒有很多的負擔 四十歲以後才開始濃妝 就是像這種露營 才有需要化濃妝 以前那是濃嗎 一點都很濃 很淡耶 可是以前我在補習班上課 在補習班上的分男老師 我只要擦一次口紅 我就厭蓋前方 哇 一致中 哈囉 你看什麼 我們一支就好 你要逼我講呢 我現在在分享啊 他一直塗完有沒有 不對喔 那塞就塞 智商第一到 好像四十歲以後才說 你那好像不大對勁 好像是嗎 但是我覺得皮膚 除了我年輕我很重視防曬 然後沒有過度的去傷害他 比方說做很多的彩妝之外 我覺得吃也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說 徐薇老師你吃的東西 剛好都是對皮膚好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聊 妳是剛好對不對 我覺得剛好 我聽了上次一方老師說 愛吃海鮮啊什麼是好的啊 所以今天不要剛好 我們要讓妳正好 今天要抽 將將好 對 讓妳皮膚可以摧彈可破 來賓 對今天要教大家一下 因為上班族女孩 我覺得定一個標準 就從現在開始到下一次同學會 好 妳就是要震撼所有當界的 妳很喜歡同學會去下 因為女婿同學會多找婦女崩潰 真的啊 好 他們班族的其他女生應該不想去吧 翻臉啊 拿兒子砸他 我下次沒有人心 我們走黃族嗎 媽媽 你砸我 你反了 我已經心意到忘記兒子 反手啊 好 我想讓我皮膚好 要一分開到這種 好 我們來歡迎今天皮膚都很好的來賓代表 首先第一位 和皮膚就知道是保養增加Sam老師 大家好 想讓妳的皮膚呢 越來越好 還是好上加好呢 除了外服內用之外呢 平時的飲食也很重要 就可以讓妳擁有最佳的好膚質 歡迎Sam老師 下一位 聽說她以前只用清水洗臉的小康 大家好 我是小康 保養一定要用對方法 不然可是會越來越糟 歡迎小康 歡迎小康 今天這一位來討論 這一位 有配合來的喔 他跟Sam老師有平多心理 那有火藥味 隆重歡迎上班族最愛的美妝達人 小布老師 你好 小布 皮膚要更好 首先第一件是要檢查妳的保養品 適不適合妳 適不適合 對 歡迎這一位 好片大小音樂的醫藥記者洪素欣 嗨 大家好 不是每個人都是許惟老師 有天生的好膚質 如果你以為自己年輕就不保養 小心變成風乾浮菊皮 好 好 歡迎 對啊 我好害怕那個詞 好 歡迎這一位 所以你懂怎麼吃可以讓自己氣色好的營養師 先一方老師 要美的話一定要內外兼顧 40歲以前的女人美是靠父母 40歲以後的女人的美是靠自己 如果40歲以後還不美的話 要問問你到底做錯什麼事 才會變成不美 有時候自省很重要 對啊 不過今天要問一下 平常都怎麼保養 先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膚質很差 就是夏天很容易出油 然後冬天又容易乾燥 然後脫皮 然後就是甚至就會發揚什麼的 然後平常又會有痘痘粉刺 就這種常常來報到 但因為又是小織女 所以我平常只用小織開架式產品 對 然後但是就是每個月 會定期的去做保養這樣子 因為先天不足 還是要靠一些後天的保養 妳是加拿大回來對不對 對 加拿大那邊女生 好像容易看著年紀比較大 對 因為她們講求自然 對 歐美的好像是比較 看起來會 對 對 對 他們喜歡曬太陽 是最大的殺手對不對 來 咪咪 像我自己也覺得皮膚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很容易長一些有眉的 然後我盡量保養方式 就是越簡單越好 就只要洗臉 然後塗上化妝水 然後乳液 就三步驟一次搞定這樣 可是因為我最近真的手 就是太假了 然後就塗了精華液 想說要保濕一下 結果現在就長一顆超大的痘痘 然後已經痛了 超大的痘痘 對 超大的痘痘 對 痛了三四天 到現在還沒好 而且擠不出來 我就覺得很難受 就很醜 超痛 這樣很肯對不對 上班來記這個 整個毀了 對啊 會影響到上班心情 小豐 其實我最近也長痘痘了 對 但是我要講說 我之前我不太懂得保養 而且我就像素卿姐講的一樣 我以前覺得我天生麗質 所以呢 我都不用洗面乳洗臉 我都直接用清水洗 然後也不做防曬 那在化妝的時候 我也不懂得怎麼樣去卸妝 所以後來我就有皮膚病 然後他就看醫生 就想說為什麼我的臉部 就一塊一塊的不均勻 然後還會脫皮 那後來看完醫生 還知道我不防曬也不洗臉 才知道說保養很重要 對 他這個很糟 很糟糕 真的很糟 而且那時候23歲 我還不懂得保養 因為他這個就是最重要的清潔也不做 然後保護也不 防護也不做 他是靠天生麗質在喊 對 天生麗質 就是年輕人還可以 我覺得如果說你 因為要怎麼講 其實皮膚啊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人 他的皮膚天生基因就很好 對 他都不擦什麼 他怎麼皮膚還是很細 對 所以皮膚基因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決定的時候 皮膚會不會老化 就是要靠後天的保養了 對 你都不擦防曬不做什麼的話 你皮膚就一天比一天的垂 就有一天比一天的多 就是這種狀況 所以真的 現在上班族 我想要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有這種狀態 那麼 你今天就要仔細看這一集了 對不對 好 這些就是讓你皮膚變差的主因 我們一個一個來討論 然後專家幫我們解答 首先第一個 驚奇前後 有沒有 有錯 有機會 來之前總是覺得皮膚不好 結果造成的狀況是 粉刺痘痘滿臉飛 對 像我就是那種 生理期來的時候 會滿臉油光 所以後來 因為我那時候滿臉油光 這很可怕 就是粉刺痘痘會四五季這樣亂長 特別生理期 我一定都會長在人中附近 好可惜喔 人中附近 那毒味 對 那毒味 輕輕一碰就爆臭 而且你在刮鬍子會刮破 好漂亮喔 就人中附近超醜的 因為是因為臉它會出油 我不用 後來我朋友就推薦我 他就叫我 驚奇的時候吃魚肝油 對 我都不知道有這個功效 他說魚肝油裡面的 維他命E跟D 可以抑制皮膚出油 所以後來我就開始 驚奇來的時候會密集吃 對啊 我自己覺得有點改善啦 就比較不會亂暴鬥亂長粉刺 然後一邊當作保養身體 也覺得不錯 一方老師這是道聽途說嗎 應該是維他命A 他們認為是說 維他命A能夠讓我們皮膚 再生能力變強 當再生能力變強 皮膚容易等於再生的話 可以減少角質 就是可以減少痘痘產生 可是維他命A是太多的話 會產生中毒的情形 所以其實我不 因為如果要吃維他命A的話 一般皮膚科醫師會給你A酸 那A酸的話 你可能要特別慎重 因為要懷孕的時候 不能亂吃這種東西 我們先講為什麼會長痘痘 他們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說一般來說 我們經期第一天到第七天 跟第21天到28天 這兩個階段當中 21天到28天的確會比之前 更容易長痘痘 而且更容易產生發炎反應 皮膚會發炎 為什麼呢 他們發覺是說 只要33歲以後的女生 是跟我們所謂荷爾蒙有關係 因為我們原本有女性荷爾蒙 但是隨著年齡上升之後 女性荷爾蒙減低 另外一個荷爾蒙會增加 叫做搞固酮 就男性荷爾蒙會增加 所以因為女生 因為有男性荷爾蒙增加之後 所以容易長痘痘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這時候你在月經前 前個禮拜 你特別要在飲食方面 特別注意 不要吃油炸的東西 因為油膩的東西 會引起發炎反應 也不要吃花生 因為花生也會讓你 引起發炎反應 也更厲害 再來就是說我們講過 不要讓我們盡量不要吃 所謂生糖指數比較高的 譬如說餅乾糖果 這些餅乾糖果比較甜 容易讓血糖上升 也容易引起發炎反應 還有反食脂肪比較多的東西 像蛋糕 尤其像奇拉米酥之類的 像鳳梨酥 你試試看 在月經前那個禮拜 如果吃鳳梨酥 那都不得了了 可能痘痘更厲害 所以月經前這個禮拜 盡量不要吃 至於要吃什麼東西 會比較好 我建議月經前那個禮拜 盡量吃一些抗發炎的東西 譬如說像一些魚類 像魚 魚油跟魚乾油 魚油是有幫助 可是魚乾油的話 最好還是很慎重 因為魚油可以減少 我們發炎反應其實有幫助 再來就是說 我們吃些像薑的東西 譬如說很多什麼女性 月經前要吃些薑 黑糖 薑糖 其實有它的道理 因為薑可以抗發炎 可以減少痘痘的產生 再來就是黑木耳 因為黑木耳能夠幫助 我們所謂的經期 經血排得更好 有時候經血浴在那邊 也容易長痘痘 所以這些都是能夠幫助 我們減少月經期 長痘痘的生活習慣 因為我的經期是一個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常常就是在來的前後 我都會內分泌失調 然後內分泌失調之後 我臉上的痘痘就會開始長 然後我在想我最近是不是又要來了 因為我最近的痘痘長得特別的大 但是如果這些痘痘都長出來的時候 我也會想盡辦法 想說要讓它變不見 就是讓它消 然後我就會擦一些有茶素 茶素精油的那個功效的東西在臉上 然後抑制它不要這麼快 就是那個痘痘爆發 那甚至如果它快爆發的話 我就會擦這個多擦幾天 你會覺得說這個痘痘好像變得 比較小一點了 然後另外除了擦這個之後 我晚上睡覺前 我也會擦這個收斂的這個精華 那我就把它當作是 晚上動模使用 因為它其實有鎮定那個皮膚的功效 不用洗掉嗎 這個是不用洗掉的 所以我就擦在臉上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那個臉上的痘痘 到了隔天就會比較舒緩一點 對 所以我就會用這兩個商品 來幫助我的臉部痘痘的問題 擦了一下 對 驚喜前的話因為會容易長痘痘 然後可能黃體素等等那些問題 然後你會發現痘痘越冒越多 其實它這瓶你還可以冰在冰箱 它可以敷起來然後會有涼涼的感覺 冰鎮的效果 對 會有冰鎮的效果 或賽後也很好用這個 然後因為像其實驚喜前後 像剛剛像怡鳳老師講 或者是說你最後排卵期結束的時候 你的皮膚就會開始變得更暗沉 或者是說 因為它的黑色素 我們有一個黑色素 麥朗尼黑色素的傳導 其實它跟黃體素的分泌 其實是同一個傳導的地方過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它開始溫亂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黑色素會變多 所以很多人他會發現它月經的前後 你會發現怎麼臉上一塊一塊膚色不均勻 或者是斑點突然變深了 有沒有 然後你驚喜結束之後 發現我皮膚怎麼又變好又變細了 所以就有這種狀況產生 所以我自己呢 比較建議你可以在不同的時期 做不同的保養的護理 那當然講到 因為那都是一段一段的時間嘛 所以會建議大家如果說 在平時的保養要注意之外 其實面膜就是一個比較快速的